剛剛那時候亂叫的 我們接下來要聽一個比較好聽的聲音好不好 我們有一種 那個那個那個高科技產品叫收音機好不好 裡面有一個東西為什麼會發出聲音 欸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喇叭 欸有趣啦為什麼喇叭會發出聲音 為什麼會震動 有戒指 戒指在傳遞震動的 戒指本身你讓它震動 他應該是說 你要有一個東西叫震源 那個震源在震動 戒指傳遞聲音才有意義啊 好這一個 這一個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喇叭 那喇叭為什麼會產生震動 其實震動的原因 說穿了其實就是有一個東西在受力 好這個喇叭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喇叭說穿的很簡單喔 回去大家可以試試看做喇叭 不過我們今天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只能示範給你看 好上面有一個線圈 哦用氣泡線繞成了一個線圈 同線 對對對 同線用氣泡線繞成了一個線圈 好那這個線圈上面呢 我就接上一個耳機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好什麼都沒有就這樣子而已 好然後把它黏在紙杯上 好這個紙杯裡面是空的 好這個紙杯裡面是空的 好我現在把它接上我的收音機 沒有聲音 沒聲音了怎麼辦 沒聲音是因為手的一樣東西 好我們剛才也說 你要震動也要有力的作用 好當我把這個線圈通電流進去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現象叫磁場 它會產生一個磁場 好那我必須要讓這個磁場 產生交互作用的話 好我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才能跟它產生交互作用 有另外一個磁場 好所以我的喇叭做起來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一個線圈 還有一個磁鐵 你靠近之後聲音就來了 喇叭就是這樣做出來的而已 我現在不把它接喇叭 好我用我的手機播了一首歌 經過一個擴大機 它只是一個擴大機而已 好我現在不把它經過喇叭 好我不把它經過喇叭 經過喇叭你就可以聽到聲音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把它經過一個 LED燈 好我把它經過一吋LED燈 好我把它經過一吋LED燈 好你聽得出這是哪一首歌嗎 好抱歉 好抱歉 你看得出來這是哪一首歌嗎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要想辦法把光的訊號 再變成你可以聽到的訊號 好 它真的是一首世界名曲 我不騙你 好我怎麼樣再把光的訊號變成聲音的訊號 這個光在閃爍的訊號 跟我的聲音是一模一樣的喔 跟我的聲音是一模一樣的 好我要利用一樣東西再把它轉變回來 把那個加在裡面 對這個東西 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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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陽能板它可以接收到光的訊號 再把光的訊號轉變成電流的訊號 好 再把光的訊號轉變回電流的訊號 好 那這一個電流的訊號 我如果通過一個擴大機 我通過一個擴大機 把它放大 好 答案就小了 好 好所以你 你直接喔 我們可以把光的這個訊號把它轉變成聲音的訊號 而且它是無限的 好 你路上越遠 它聲音會越小了 又近聲音越大聲了 好 看到很可怕 看到會過癮的 好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要給大家做的第三個實驗 我們出請 那個大哥哥大姐們幫我們發一下 等會 等會 你們會給大家一個太陽能板 處理這個心要小心喔 因為它真的很容易就會斷掉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拿一小段的透明 雙面膠 先把這兩段把它貼起來 好 那我們請那個現場的那個小哥姐姐們 剛好再指導一下 我們把這個線的地方把它貼起來 我剪一小段給大家看 就這樣子把它貼起來 兩邊的線把它貼起來 好 在接頭的地方把它貼起來 你把它這樣貼住 這樣貼住的話 它的線才不容易斷 線的話 往兩 往中間 兩條線都往中間 好 都往中間 這樣把它黏住 好 都往中間這樣把它黏住 好 稍微往中間這樣子 好 好 這樣子的話那個線才不容易斷掉 都有喔 換你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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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哪裡 穿上面這一個 對好 穿過去了 那還有一個耳機插座對不對 各位手上應該還有一個耳機插座 好 那耳機插座我們給你的是單音耳機 單音插座 因為單音的話它就比較好 比較好做 它有三個點 三個接頭 它有三個接頭 接在最遠的那兩端 對 盡量把它 那個線的地方 線頭的地方 把它弄緊一點 不然的話等會 可能就聽不太到聲音了 現場可以先幫我關燈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的燈是不是都在投在那邊了 你不用等我了 你可以到最後面去 然後你把那個瓜聚集在你的太陽能板上面 你就可以聽得很清楚 然後你把那個瓜聚集在你的太陽能板上面 你就可以聽得很清楚 好 來 大家回去 如果有類似像這種小排的擴大機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擴大機把電流訊道放大 好 接下來呢 大家拿到這一個 不是只有拿來聽音樂而已 聽音樂你聽起來也不是很高興對不對 好 我們的日光燈 我們的日光燈 大家常常都會覺得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 大家都會比較重視眼睛的寶劍 你會有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 你的台燈啊 你的台燈盡量不要使用日光燈 好 除了最近這幾年大家都在講難關這件事情之外 好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它會閃爍 對 這光燈是會閃爍的 好 你有沒有看到它在閃爍 你看得到才有鬼 好 可是太陽能板看得到 太陽能板看得到 好 你有聽到它的閃爍嗎 好 你會覺得那一定是雜訊啊 仔細聽喔 我現在不要講話 好 你看一下它那個平率是多少 我們現場要安靜喔 因為 不好意思 我要再更高一點 我要高一點 沒關係 不要站這邊 它不會轉 不好意思 沒有啦 好 你可以震 你可以震 你覺得沒事的 我們日光燈閃爍的頻率大概120Hz 所以 你覺得120Hz會不會影響到你的眼睛 我不知道 我沒有答案 我只跟你講 它的確會閃 可是 會不會影響你的眼睛 那是生理學的問題 那是醫學問題 我不敢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只能跟你說 它的確會閃 那 這樣子的閃爍會不會影響到眼睛 我不知道 可是 你就可以測出它會不會閃爍的 好 你如果很在意這個會不會閃爍 你就拿著這一個 然後呢 戴著你的耳機 然後到賣場裡面 把這一個把它打開 這一台是 朱老師的 高級的 LED燈 它會不會閃爍呢 聽說 LED燈不閃爍 對 其實它的確不閃爍 你有沒有聽到它有什麼 它現在只是雜訊 有沒有嗡嗡到的聲音 沒有 沒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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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亮喔 很亮 這是一個非常亮的 所以不要直接看實在受不了 好 我弄這一邊就好了 好 我現在把它打開 所以不要以為 了一滴燈就是沒有 一滴燈 一滴燈 所以一般的這種 LED燈 其實它還是會閃爍 跟日光燈其實一樣 所以不要以為 LED燈就不閃爍 其實會不會閃爍 跟是不是LED燈 沒有關係 跟它的電源輸入 還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如果它是屬於穩定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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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就不閃爍 如果它是穩定電流 它就不閃爍 什麼樣是穩定電流 基本上一般直流電 就是穩定電流 我這個也是LED 變磁 變磁它就是我變變的 為什麼 我掃過去它就會叫 我如果放著不動 它是不會叫的 它就會雜訊 好 那今天 我們大概就跟各位 介紹到這邊 剩下的可能 我們就留給爸爸媽媽 去幫忙 小朋友做更季婦的實驗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